開的全新節目 尋找貓貓的故事 即將在4月底播出 節目會請來圈中的貓奴做嘉賓 分享他們和貓貓的故事 這集就有江若林 我們還去到他開設的貓酒店進行拍攝 講起這門生意 Elaine都說經歷過很多難關 最大的困難當然是疫情期間 因為疫情期間 基本上已經是面臨倒閉 當時曾經試過 全店舖只有一間房間是兩隻貓 但當時真的經歷沒有錢出糧 交租也很問 亦都零住客 所以當時我們幾個老闆輪流上班 雖然只有兩隻貓 但我們也輪流上班 頂了薪金 但我們互相鼓勵 不要緊 只要有一天有一隻貓 我們都一定要繼續經營下去 當時我們很感激這兩隻貓 當時正正是移民潮 為何這兩隻貓要住呢 就是主人去了西班牙 然後牠就一定要留在香港搞手續 但一直都走不了 因為訂不到機票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我們度過了一個難關 就是突然之間多了一班很多人移民 然後搞手續的貓入住 經常聽到人說山仔要考牌 其實養小動物都一樣要 只要你有留意的話 你就會發現 每天都有主人以千奇百趣的原因 棄養牠們的小動物 而令到趁機呼籲大家要做個負責任的主人 千萬不要再有那些為因為小朋友而棄貓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很想作為一個國內人都分享 其實小朋友和貓一起的成長 是有個紀錄片和研究指出 其實只要從小到大跟動物一起長大 其實牠們反而是沒有那麼容易會敏感 我隻貓和小朋友相處就是 牠們是隨便整隻毛都拔掉 然後摸牠們 或者牠會將牠自己的食物分享給貓 還有我覺得小朋友和貓一起長大 是可以培養到小朋友的愛心 那當初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其實貓都沒有吃醋嗎 沒有 牠們完全沒有吃醋 而且也是很照顧牠的 我有時看到一些很有愛的畫面 就是我的寶寶在寶寶床上 我兩隻貓是會踢過去 然後躺在牠的腳尾 身為超級貓奴 Elaine當然有很多跟貓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 要搜到最難忘的畫面 牠就說是這個 我的貓 我覺得牠們是很有靈性 當時我懷孕的時候 我第一隻貓 基本上是不知為何很神奇的 牠以前不會的 牠每一天就會在我的肚上 那時是大肚 牠就會在我的肚上 踩踩我的肚 牠好像知道有生命在 裡面的寶寶同時又踢向上 牠們好像在肚裡面 已經懂得在溝通在玩 所以我覺得 由我寶寶回家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貓已經知道牠們的存在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很神奇 對 對